来看到壮阔台湾联盟理事长吴怡农的父亲 中研院兼任研究员吴乃德 被爆料13年前曾经在车内强吻性骚扰被害者 事情爆发之后 吴乃德是火速的发声明道歉 并且宣布退出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 也不再参与公共事务 而吴怡农稍早也透过脸书发文 说此刻的痛心无法以文字来表达 跟受伤的人说对不起并且强调 所有发生的事都会引以为戒 会陪伴父亲一起来面对